好各位同學我們繼續來看一下我們的 檢定的題目 那我們這一次我們看第10題到第13題 好那麼首先來看第10題 第10題這個三四頭看起來 蠻複雜的 線很多 不過基本上我們就是先找到 最重要的特徵 來判斷會比較快好那我們首先看上市圖 上市圖的前面這邊有一個類似八字形的凹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答案的顯像 第一個 1的這個顯像他沒有這個凹槽所以 這個就是不對 那接下來第二個這個有凹槽 這個可能是答案 那接下來第3個 雖然有凹槽但是他不是 是八字形 他從上市圖看下來是一個矩形 所以 這跟我們的提議這邊是八字形就是外開 往外面一寬 所以他這個是寬度都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不對了 那 最後一個答案 以這個缺口來講 跟2的答案是一樣 所以 感覺上是2跟4可能是答案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其他的特徵 好我們再看前四圖 前四圖這邊 中間這邊有一個缺口 有一個缺口 所以我們再來看 答案2跟答案4 答案2這邊有缺口 所以 符合我們這個缺口的條件 但是答案4你看 沒有缺口 缺口在兩邊 中間是凸出來的 所以跟提議就不合了 所以這個 也不是答案 所以我們最後的答案就是 2啦 好接下來我們再看第11題 那第11題 相形 之下的話就跟第10題 線條就變得很少 所以這一題看起來就比較簡單 好那我們一樣我們先找出最重要特徵 前四圖的右上角 有缺一個角 所以我們就來看我們的答案 的顯像裡面 你看第1 1的答案 他這邊 切角是一個 在下半部 不是從最上面切 切下來 所以這個答案就錯 那第2題 第2個答案這個 缺角怪怪的 因為 我們這個是從 從左邊過來有一個寬度之後再切斜角 然後沒有切到底 有一個高度保留的高度 所以右邊這邊 高度是對但是他的斜角 是兩階段 所以他從最左邊切下來 這樣就跟我們的提議不符啦 所以答案也是 答案2也是錯的 那接下來看答案3 答案3看起來 蠻 蠻順的啦 所以應該是 可能是答案 我們看一下上面是一個水平面 所以 這邊符合 那符合上市圖這個三角形 然後右邊 這邊 是一個 三角形 也符合這邊 右側是有這個三角形 所以這個看起來 可能是答案 我們再判斷一下 答案4看看 那答案4的話 他跟答案3的主要不同 是他這個斜面 他這個斜面是從最左邊切到最右邊 但是跟我們上市圖的這個三角形 的形狀不符合 因為我們只有切到這邊 就說這邊 上面的三角形的水平面 是保留到這邊的 從這邊開始切掉 那他這個答案就是跟我們的提議不符合 所以4也是 錯誤的答案 說我們的答案應該就是3啦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看第12題 第12題的線也沒有很多 所以這題也蠻簡單的啦 我們看一下 那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上市圖 有一個打叉的形狀 然後右側是有一個不一字形 然後前市圖中有一個有兩條虛線 所以表示說有一些 東西是凹下去的 所以 對照上市圖來看到這個點 這兩條虛線的焦點 對上應該是跟這個點 相對應 所以相對應的話就表示中間這邊凹下去了 這樣才會形成一個 才會形成一個什麼 虛線 那這樣看的話 左邊這邊是一個斜面 這邊 這個上市圖這個三角形 算一個斜面 對應到這個 前市圖這個斜線 然後右邊的這個三角形應該就是這條虛線 就是他這邊是個水平面 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答案的顯像 答案顯像 1的答案 就是明顯錯誤啦 因為我們前市圖這邊是有切個斜斜的 那他外框通通保留 所以這個就跟T1不符啦 那接下來我們看答案2 答案2的話 他有切下來 但是 這邊有一個切角 切角你從上市圖看下來這邊就沒有線 但是我們上市圖這邊有一條線 所以 這個 就是 跟T1不符啦 所以答案2是錯誤的 然後答案3 答案3他是中間 是凸出來的 中間凸出來的話 你從上市圖看下來是符合 因為有四條線 但是 前市圖的虛線就看不到了 因為你凸出來就是沒有虛線嘛 所以前市圖這個虛線跟 就沒有 所以他就跟T1不符啦 所以這個答案也是錯 那所以真正的答案應該是答案4啦 所以答案4 的顯像跟答案2其實很接近 那只是說答案2這邊缺一個角 那些 這邊有一個水平 那保持一個高度 這樣 所以 這個跟我們T1完全吻合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所以第12題的答案是4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第13題 那第13題他只給我們兩個視圖 只有給我們前視圖跟上視圖 他沒有給我們右側視圖 給我們左側視圖 不過 就表示他題目簡單啦 所以才可以給我們兩個視圖 就可以判斷出我們的答案 好 那我們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前視圖 這邊有個類似 G字形 一個G字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答案的顯像 1的答案 這邊有個G字形 所以這個可能是答案 那答案2這邊沒有G字形 他的G字形在上半部 這跟 我們的提議不符 因為我們的這個G字形 大概在正中間 但是他這個G字形等於是在最上面 所以這個2是錯的 然後 答案3 這邊有G字形 這樣跟 跟提議是符合 所以有可能是答案 我們在接下來看這個答案4 答案4的G字形是從最上面下來 這跟我們提議不符合 因為我們提議的G字形在正中間 不包含上面這上下兩條的邊線 所以答案4也是錯的 那接下來就來判斷說 我們的答案 1跟答案3 到底是哪一個是符合的條件 那我們看一下 在接下再配合上式圖 上式圖這邊有一條斜線 斜線是從右邊 的這個位置 到左下角 到左下角這邊 沒有切到 邊邊 角落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答案 1 應該有符合這樣條件 因為他這邊切下來 到這邊 所以跟上式圖 完全吻合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答案3 答案3 你看到上式圖看下來是一個 一個平面兩個平面三個平面 但是 他的切是從這邊切過來 是從 這邊的右邊過去 一段距離再切過來 但是我們這邊不是這樣 我們這邊是從這邊切啊 所以 答案3的話 那是從這邊切到這邊 所以 跟我們提議的這個斜線的方向 不一致 所以答案3也是錯 所以我們真正的答案就是1啦 好 那這是我們那個第4題到第3題的講解 那請大家 看完影片之後自行練習一下 題目